再来看到云林麦辽新华村 是国内美生菜的最大产地 被称为台湾生菜村 这里每年大年初一到初三 通常都会开放民众免费来采收 今年因为疫情取消了 但是来过民众都想再来 业者这几天也不断接到询问的电话 于是临时决定开放一甲地 六万颗美生菜免费采完位置 突然听到消息可以免费采摘美生菜 民众立刻带着镰刀赶到菜园 妈妈带着小朋友第一次到菜园里 体验农村生活相当开心 云林麦辽华新村 一年外销五千公顿美生菜 每年的大年初一到初三 都会开放民众免费采收 今年原本因为疫情取消 但业者这几天不断接到民众询问电话 临时决定开放一甲地 六万颗美生菜免费采 希望促进生菜买气 另外苗栗南庄老街 大年初四人潮滚滚 透过缩时摄影 可以看到游客不断涌进老街内 警方也在马路边用圆锥筒 隔开人流动线 走在老街里头 两旁摊商沿路叫卖 相当的热闹 来到花莲的海洋公园 海豚精彩表演博德满台喝彩 单日游客量突破三千人次 其他游乐区景点 河系也有一万人次以上 大家都敢在年假结束前 把握好天气出游 回来新闻众和报道